泰緬邊境執及無國籍兒童的舊學路 這是泰國美索鎮的緬甸移工學校 敏杜溫 150名緬甸小朋友 齊聲唱著泰國國歌 他們注釋國旗展開一天的學習 他們的父母都是從緬甸跨進到泰國的移工 上課前小朋友們雙手何時祈福 移屋搭建教室卻容納了四個班級 在附近有四十多間類似學校 但仍有兩萬學童失學 來自台灣的賴樹勝 常年致力替移工學校募款 本來就是一個很流動 起起落落 可是我們能助有限 可是我們還是一直努力跟他們陪伴 做這樣的一個幫助 賴樹勝告訴我們 移工學校就是緬甸社會縮影 我們在同一個班級 會看到不同種族的學生 放學終身一響 學生蜂擁乘坐校車 小小一台車卻坐了超過五十名孩童 泥土路的路況顛簸簸 帶影響不了學習的喜悅 手學制度艱辛 但他們放棄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也很正面 看著我們 我們在這裡 有趣的 帶動 找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